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主办的新起点论坛公益讲座活动 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是2015年注册成立的一个非盈利公益组织 成立至今特别是在这次的防疫抗疫活动中做了大部分的助人的工作 在此特别感谢我们所有志愿者的辛勤付出 也欢迎和希望更多热心公益的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者团队 为了使仍处于疫情期长时间宅在家中的更多的民众受益 中心安排了很多的网上公益活动 那么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非常资深的热心的 IBA加拿大人寿理财顾问刘静女士来为我们做今天的新起点论坛 她为大家讲解的是关于我们大家都非常关注的魁北克太阳卡使用的一些方面的知识 好的有请刘静老师 谢谢牛嫂 谢谢 非常感谢华人志愿服务中心提供的这个平台 非常感谢牛嫂 感谢管老师 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们这个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的朋友 今天呢 我是刘静 我是一个理财顾问 然后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咱们在这个回省 就是使用这个太阳卡的一些注意的事项吧 太阳卡我们可能就是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我们一般来说来到岛的移民呢 包括就是说是如果是学生毕业了以后来的工签呢 都要使用这个太阳卡 太阳卡呢就是说是 其实就是我们的回省政府提供的一个公共的医疗保险计划 那它在使用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 今天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要声明一下啊 就是我做的这个讲座 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很基本的信息 可能就是非常基本的信息 如果大家就是说对照自己的情况 如果有一些就是说比较特殊的情况 还要去跟这个魁省的这个医疗保险 要跟他去核实 我这些信息呢只是供给大家一个参考 这边有朋友问这个咱们这个ROOM的密码 是咱们是这个ROOM家里一个密码 可能有的朋友进不来 稍等一下 咱们入类的密码是小写的CVAC 好的 我再给这个朋友说 是这样就是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来到的新移民 还有就是拿工签的人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有比较特殊的学生 这种特殊的学生就是来拿到 就是魁省给的一个奖学金 同时呢还要求是跟魁省有一个 它叫social security协议的国家 那这些学生可以拿到太阳卡 工签呢就是这种 它也算是临时的太阳卡 移民的那种呢就是说是 就是属于一步到位的那种太阳卡 太阳卡就是大概就是这些人去能够 还有一种是难民 难民就是另外一个program 就是不在今天我们讨论的方位之内 然后它这个太阳卡生效的条件呢 就是一年之中要在魁省课待满183天 它有一个七年的规则 可能这个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 它这个七年的规则就是说 如果你在七年当中 你有一年 它在就是说你没有拿到 它这个183天的要求 但是呢也可以 就是享受这个太阳卡 这个生效的这个福利 但是这个呢 我觉得大家一般不要轻易去 就是轻易去就是 去申请这个 这个比较麻烦 然后因为这个 你如果比如说 你真的是假如说回国了 你也遵守它这个七年的规则 你可能有一些费用 然后再拿了医保局报 也不方便 还有一点就是说太阳卡呢 它是有三个月的等待期 这个期间呢就是说 我们就说比如说从中国刚来了 刚来然后办了个太阳卡 今天是比如说十月十四号 我去办个太阳卡 那三个月怎么计算呢 就是十月 你十月十四号 然后就是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这三个月就等待期 那一月一号就生效 它不是按九十天 它是按你办的那一天 十月 然后再等两个月 十一月十二月 然后到一月一号就可以生效 然后它是这个三个月 这样计算的 在那期间呢 太阳卡是不提供保障的 所以说大家如果就是说 如果是看一下自己的情况 属于哪个类别的 大家要考虑一下 因为这期间呢 它不提供保障 如果一旦要需要就医的情况 那这个费用非常高 在亏审的这个 不是在亏审的 哪个省的费用都挺高的 后来我们会做介绍 它这个183天 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这182天具体怎么算 我这里有个表格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就是 如果你离开亏审 就是21天以内 它不计算 这个表格第一号 大家可以看看 它第一个 比如说某个人 他从1月1号到1月15号 这期间有13天 他不再亏审 这期间他这个 他这个算不算了 他这个不算 你要是21天以内 离开亏审 他就不算了 那么后来呢 他就又去了一个地方 他去了佛罗里兰 然后他3月1号去了 6月30号回来了 他呢就是4个月都在 都没有在亏审 这个时候他就算了 超过21天就算了 然后他又去了西班牙 然后9月1号去了 然后12月1号回来了 又在那待了90天 然后这个人 他这一年 他就不能享受太阳侃了 因为他已经超出 他120天加上90天 他已经214天了 他已经不能享受太阳侃 这个cover的范围了 他如果是短期的 比如说 像他第一个去Mexico 他只待了13天 然后回来了 这个时候他就不记住 他这个夜23天 他这个考虑的范围内 但是如果是一场 他就他就记录了 像这个120天90天都记录了 那他这一年 就离开范围克超过了123天 那他这一年 他这个太阳卡就不再卡过他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 比如说还有一个人 他在2019年的8月14号 他离开了范围省 去了安大列了 他2020年的2月15号回来了 在安大列待了184天 按道理说这也是超过183天 但是他这个呢 他就算 他就算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2019年 他是8月14号离开的 2019年8月15号开始到年底 是139天 那他还没有超过123天 2019年 然后呢 2020年呢 他从比如说 从1月1号到2月15号 那他只有45天 那他也没有超过123天 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 还是能够被太阳卡卡弯了 这个天数等一下 要是算的话 大家要注意一下 不是像我们就说理解的 连续的183天 他这个 你看他这个例子就是 连续了183天 超过184天了 但是他还被卡弯了 就是看你在不同的年份 你把这个时间是怎么算 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 或者就比如说你回国了 你可以算算 如果你正好是1月1号回去了 如果是待了六个月 然后回来超过183天了 那这个肯定就不算 但如果你是像这个一样 就是说这个例子一样 年尾或者是八九月十月回去 然后第二年的时候 什么时候回来了 这样的话 你的两头 也是超过了123天 但是你还能 还能按这个 还能算他这个 太阳卡卡弯的范围 这个我是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如果太阳卡不卡弯 那我们在这边 如果发生就医的情况 那这个费用大概有多少呢 费用挺高的 你可以看一下 然后就说 比如说我们 我们只是以那个 麦基尔的那个医疗中心 他的这个医疗费 如果是没有保险 没有保险 就像我们太阳卡不生效的 也是没有保险 还有就是 比如说从中国来的 他没有买那个 visitor保险 那他也是没有保险 看一下 如果是emergency visit 就是我们相当于 平常说的是挂级的 挂级的挂号就是762 还不包括诊断 其他的费用 然后就是光是一个挂号费 然后如果是住院 我们这边这个 是住院的费用 那么住院的话 他如果是普通的住院 就是impatient stay 就是住院 每天是5124 如果是ICU的话 每天是15486 非常高的费用 所以说这个大家要注意 看看自己的太阳卡 是不是一个生效的状态 如果万一不是 那么就是需要 就是你可以买一些 就是那种商业的 那种旅游保险 或者学生保险 跟你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一旦发生 就是就医的时候 这个费用非常高 那如果就是说 如果没有达到居住的最低要求 但是我今年比如说 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这个移民来说 这种一步到位的这种太阳卡 如果没有住满 一百二三天 那就是说 我这个时候 我一月一号就离开 就离开了 我到八月份才回来 我肯定没住过一百二三天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但是我在这期间 还去看过医生 或者我比如说 我七月份回来了 我九月份就去看医生了 这个时候 你这个九月份 看了医生的这个费用 你就不在太阳卡的卡 我范围内 那你怎么办 他是要 这是医保局的网站上说的 你要把这个钱 如果是看过医生 这个钱还要退给他 所以说这个大家要注意好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 是那个 临时的太阳卡 我们太阳卡有种临时的 临时的如果说是 他如果是二十一天 没有在魁省呆 连续二十一天不在魁省呆 那他就已经不考虑在了 那他就如果在这期间 就去看过医生 用过太阳卡 那这个费用呢 他也需要还给医保局 所以说这个情况 也请大家要注意 那太阳卡所保的范围 一般来说 就是我们说的医疗检查呀 咨询呢 诊断呢 治疗啊 治疗当然也包括住院了 然后就是精神科的治疗 手术啊 还有些其他的 可能对他有一些老年人 可能范围更大一些 这是太阳卡所保的范围 基本上我们就是 通俗理解就是 一些很基本的治疗 然后就是说 像我们通常意义上 去看医生啊 看family doctor啊 或者作为那个 去约那个specialist啊 这些都是可以在太阳卡 看我的范围之内 但是有的时候你要问 有的时候 他不在那个范围内 他不在那个范围内的话 他医生一般也会提醒你 那看看就是说 一些不保呢 就比如说 美容类别的医疗 比如说 有的人可能说是 我觉得就是不够美 然后去做个 比如说是 一个美容类别的 就是 比如说 搁个双眼皮啊 或者就是说 做个什么 教证啊 这些他不保 而且就是眼科的 比如说是 教证进食 或者其他的眼科手术 这个也不保 像这个针灸也不保 如果说你身体很健康 你就是为了拿来一个证明 证明你身体很健康 这个时候 他也是不保的 比如说有个人 为了一些工作呀 或者为了一些 法律上的 就是 这个必要的 必要的文件呢 他要是去拿一个证书 这种情况 他也不保 还有就是牙科 牙科就是 比如说我们常规的 洗牙 补牙 拔牙 然后这种是不保的 10岁以下的儿童 例外 10岁以下的儿童 它是 它有一大部分 是可以保的 可能有个别的项目 不保 这个是要 咨询牙印 就是说 叫做牙齿啊 美白牙齿啊 根管啊 种牙呀 牙灌啊 这些也不保 眼科检查呢 18岁以下的 他是给保 但是那个 18岁以下 还有65岁以上 他可以保 但是如果是 一般的成年人的 这个年龄 他是不保的 眼科校正 他也是不保的 但16岁以下之以外 还有配眼镜 配眼镜 这个往说一下 他是 18岁以下的 他就是说 有250块钱可以保 就是 但是呢 他就有条件的 那个 他是在2019年 9月份以后 买了这个眼镜 配了这个眼镜 才可以 具体的话呢 就是说 这个 这个之前没有 但最近我发现 有一个这个条款 还要去 就是说他 你配了眼镜以后 要填一个 批评表 然后这个表 寄到医保局 然后才能 才能给报销 还有就是救护车 救护车 比如说 出现一些 几些情况 打个电话 然后救护车来了 把病人 拉到医院了 你这个病人 就入院以后的治疗 太阳卡是保 但是救护车的 费用 它是不保 这个大家也要注意 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 就是我不全部 罗列出来了 因为可能 比较尖入 大家常用到的 就是这些 如果是把它 明细的列出来 内容很多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是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这个 太阳卡的计划里 它有药物计划 药物计划呢 就是说 可能这个大家 听起来就觉得 在中国来说 可能就是 医疗卡嘛 就是又是医又是药 但是在魁北克 在加拿大 它是分开的 医和药是分开的 刚才我们说 都是去救医 但医生 比如说给你 开了一个药 这个药呢 就是说是另外一个系列的 这个药物 这个太阳卡里面 它有一个药物计划 它这个是 Public的那个 但是比如说 你本身 你就有一个 你比如你的单位 或者你配偶的单位 或者你比如说 你还年轻 就是跟父母 在一块 在一个家庭 然后家父母 给你提供了一个 就是那个 private的那种 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通知 那个太阳卡 这个项目 你就是告诉他 你说我有自己的 private的药物计划 我这个公共的 我就取消了 这样的话 你就不用给他交钱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药物计划 可能最有的人来说 是免费的 最有的人来说 可能是要收费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它是最低可能就是零 最高的话 可能每年 你要给他交到 648块钱 然后这个是根据 你报税的收入 如果你报税收入高 就是maximum 就是648 如果报税收入低 可能就是零了 但是就是说 这个情况 大家就是说 跟自己的情况 对照一下 如果是你有 这个自己的 private的 就是公司给你提供的 或者就是说 你配偶给你提供的 或者就是说 你父母家庭里面 他有这个 group instance 把你包括在内 你就可以不用再 再给太阳卡 这个药物计划 交钱了 还有一种就是 可能有的大学生 大学生 university里面 他也有这个 这个教育 有的有 教育计划 有的可能没有 但你要问清楚 就是说 什么时候 就是说 有这个 药物计划 如果是 你被别的计划 power 你就可以把 他这个取消了 不然的话 你可能就是 到岁的时候 如果收入高的话 还需要给他交钱 药物计划 就是对我们这种 移民拿这种 太阳卡 就移不到位的 这种太阳卡 是有的 就是如果是 没有其他的计划 来power 他就来 但是对那种 如果是那种 临时太阳卡 他就没有 也没有这种 药物计划 他只能去看医生 看完医生以后呢 他的药 这个时候 他这个太阳 他这种 临时太阳卡 是不cover的 那可能有的朋友 会问 那什么药被cover 什么药被cover 这个 他的药物计划 也不是所有的药 它是处方药 处方药里面 它还分类 分的那个类别呢 就是 我就把他这个 网站上的 这个原话 也站不出来了 他cover的那些药 就是在他那个 他有一个website 上面有 他已经就是 medication published 那么 上面他有个list 如果就是说 在这上面list 他的药 你才会报 如果不在这个 上买了药 那他就不报 而且就是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你在 回省买的药 他才可以报 如果比如说 我在 ntario 买了一个药 回来报 他就不报了 所以说 如果是你出省 最好是买一个 旅游保险 他这个药怎么报 大家 我就再给大家说一下 比如说 我就看医生 让医生给我开了一个60块钱的药 我没有其他的保险 我只有太阳卡的这个 这个药物计划 那我们 比如说 我这个月1月1号去看医生 他每个月 他是有一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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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有个垫底费 比如说 我这个月 我上来就第一次 我开了一个厨房 要60块钱 我就有21块7毛5 必须自付 自付以后呢 还有38块2毛5 38块2毛5里面 我还得自己付 个37 44块1毛5 剩下那个 剩下那个 然后那个余额 那个差额 24块1 才是 我们这个太阳卡 这个药计划可以付的 所以说 你看我说 看个60块钱 就是 去看个60块钱 就是 花60块钱 买来的厨房药 那我自己呢 就是 21块7毛5 加上44块1毛5 就是35块多了吧 35块8毛 35块9 然后这个是 我们那个厨房药怎么报的 但是你比如说这个 你第二次又去卡 又去卡了个60块钱 但是你这个 理账过 已经理账过了 下一次你就不用 不用就说是 再付这个 21块7毛5 你就付这个 那个 60块钱的 37% 剩下还是 RAMQ 就是那个 衣保局 报销 这就是我们太阳卡 那个处方药的 报销的过程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 我们如果离开魁省了 离开魁省以后 我去 比如说去安省 或者是去 回国 或者去别的地方 旅游 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这个 太阳卡 能不能开外呢 它是这样解释的 就是说 对于在魁省以外 发生了就是持有 这个有效太阳卡的人 发生了这些 就医的费用 那它是不是全报的 它有的费用 可能根本就不报 它不会把全部的费用 都返航给你 就即使如果 你在魁省 可能是全cover 但是你出了这个省 去外面 它就不是全部cover 而且就是说 大部分例子 它只是返航了 很有限的一部分 所以说 如果就是说 如果你离开魁省 或者去回中国 或者去别的省 或者去美国 不管去哪 你就好是买一个 就是说是 旅游保险 这样的话呢 就能cover你全部的费用 如果就说 就算是 就是那个医保险 能给你报 它也是很有限的一部分 而且就是 你在当地的 这个医疗费 你还要垫付 这个费用 就是有时候 比如说你在 有的国家 你可能还好控制 你比如说去美国的话 这个费用就非常高 所以说这个 大家就是说 如果旅游计划的话 最好是 就是做一下规划 把自己的这个 这个医疗保险啊 提前的买好 免得就是到最后 有一些可能就不太 不太愉快的结果 然后这就是我 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这个太阳卡 这个就是说 可能大部分 大部分那个 虹游都比较熟悉 就是我们就是 捡一些比较 尖乱的问题 给大家说一说 那比如说 还有些很多 很细节的问题 我们就不拿上来说 有什么大家觉得 需要个别讨论的 可以在群里面 跟我说 或者就是 加我微信跟我说 但是我们就是 把这个太阳卡的 主要的就是说 我们常规用的 一些 一些这个 方面 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咱简单回顾一下 就是我们看看 就是 大家都知道 就是太阳卡 它有一个 一年当中 亏省住满 183天 这个 183天 这个规矩 我们刚才就演示了一下 怎么计算 这个183天 还有一个 就是说 那七年当中 你可能某一年 你没有住够 183天 它也给你 按 这个太阳卡 还能生效来使用 但是那个就是说 不太 不太建议大家 那么做 因为就是说 最好还是按 它的规定 就是住满 住满183天 如果像有些 新移民 过来短灯一下 那就不要 再去激活这个太阳卡 就是 买一个留保险就行了 因为这个太阳卡 它还要住满 183天 如果你住不满的话 这个期间 如果就是说 看了这个费用 还要再退款给它 再一个就是提醒大家 就是 太阳卡 它有个三个月的等待期 即使你办了太阳卡 它没有生效 它要等到 这个三个月以后 三个月的计算 也是根据你当月 就比如说 现在的10月 你去办一个太阳卡 那10月是不生效的 11月也不生效 12月也不生效 到1月1号 它又生效 生效的日期 总是从 当月的1号开始的 这个183天的计算 我们就说 如果去一个地方 没有超过21天 那它就不算了 不计在183天之内 那我们看 比如说去哪个地方旅游了 或者就是说 短暂停留一下 它这个在21天以内 它就不算 大家可以算算 自己的 就是说 那个 就是外出的这个时间 比如说 我回国 我回国两周 我离开了14天 那我在这个 21天以内 它就不计算了 那就不晚了 就是不算之内 那我还是可以 qualify它 这个123天 这个范围的 但是你看 这个例子 就是出去的时间 太长了 第一次去玩了13天 它就不算了 但是第二次 120天 它就算了 第三次 它又去了一个地方 待了90天 那这个时候 这个人 它这一年 它肯定不能 就是这个太阳卡 肯定是一个 无效的状态了 这个就是说 这个人也是 比如去按照料 待了184天 但它这个人 就有效 因为它是 跨了两个年头 它同样是 就是说 待了很长时间 但是它这个太阳卡 还是有效的 就给大家举个例子 看怎么计算 这个在 亏省待的这个时间 它是按 那个Cardular year 就是说 日历上的 1月1号到 12月31号 这个是一个医疗费 医疗费的话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可能平常我们 看医生啊 都用太阳卡 不知道 医疗费有多少 这个是一个list 可以大家 可以看一下 到底有多少 非常贵 这个费用是 可以说就是 如果说是 没有保险的话 那让 承受起来 非常就是 价格比较高 这个就是 183天 就是可能 或者有的朋友 会问 说我没有住过 1月23天 这个医保局 怎么会知道 就是这个情况 我不知道他们 是怎么衡量的 但是他作为 一个政府部门 他肯定有 他肯定有 就是说 一个方法 来衡量 一个人 到底没有住过 1月23天 如果你是 可能没住够 但是呢 你就说 你还是用 你的太阳卡 去就医 这个情况 他说了 这种情况 他会把 那个医疗费 在 就是 你还要 把他的医疗费 再付回来 还要付给 医保局 对临时 太阳卡的人 就更苛刻了 就21天 连续21天 没有在 快省待 然后这个太阳卡 就是属于一个 不是生效的状态了 也是 如果是在 这期间 如果有个 就医 发生过 医疗费用 这个钱 也是要 再付 就是还给 医保局了 太阳卡宝的范围 这个 刚才我们做了个 简要介绍 也就是说 一般普通的 就是 医疗的服务 它都是包括的 但是一些特殊的 刚才我们也列举过 这些 比如说美容类别的 或者就是 激光校正 眼睛 眼科手术 其他的眼科手术 或者就一些 那个 针灸 就证明 如果说 这个人很健康 他没什么毛病 这个时候他要去 看医生 让医生给他 看一个证书 这个时候 他也是要收费的 常规的牙科 10岁以下的儿童 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 10岁以上的 这些常规的牙科 它都是不报的 校正牙齿 美白 跟管中牙 牙罐 这些都是不报的 眼科检查 眼科检查 18岁以下 65岁以上 可以是报销的 但是如果是 普通人 它是不报的 眼科校正检查 16岁以下 配眼镜 配眼镜 这个我觉得 大家可以 这个可能很常见 一般有的 像一些学生 他有 比较近视 他就配眼镜 这个是 他18岁以下 都是可以报 250块钱的 具体的话 你可以上 那个 就是医保局的 那个网站 或者一会儿 把这个申请表 可以发到群里 大家可以 如果有需要的话 大家可以去填一下 这个表 可以去医保 去申请 报销 救护车也是 不报的 药物计划 就是 我就提醒一点 就是 如果是临时 太阳卡的 药物计划 它是没有的 就是如果是 看医生 OK 但是如果医生 看药 是不报的 但是对于 这个移民来的 这种 永久性的 太阳卡 是可以的 而且这个 药物计划 在这个 太阳卡里面的 药物计划 它也不是 对所有的人 都免费的 如果是你收入 高到一定程度 它是有收费的 而且它这个 最低是零 最高是648 比如说 有可能是300 可能是400 都有可能 根据你家庭的收入 什么要被cover 被cover的 它是一个 很长的list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上这个 网站上去看 上面 如果它发生 那上面的药 它才能报销 而且是必须在 魁省来的 如果不是在 魁省来的 这个药是不报的 这个是一个 厨房药的 报销的例子 大家可以算一算 比如说你 这个月第一次 去看医生 他会有一个 detectable 然后之后 在第二次 去看 你就之前 付过了 那个21块7毛5 之后就不用再付了 但是它 那个 原来就是 地宝局 它也不是全部离开 要有一部分 是自付的 就是对一般的成人来说 对小孩和老人 可能会有例外 那个例子 我们就不拿上来讲了 就是如果离开魁省 我们去外地 只要离开魁省 就是比如说 你去别的省 或者去 去国外 回国 或者怎么样 它的原则上 它也是 那个 预保局 也是能 cover一部分的 但是就说 很有限 这部分很有限 而且就是 还有一种情况 大家提醒大家注意 比如说 你在一个 在一个国家 你因为 因为身体的原因 你在那儿住院 或者怎么样 身体原因 不能回来 本来你可能打算 待十天八天 就回来 但是你可能 因为身体的原因 你回不来 这个时候 你的太阳卡 在当年就没有 住过一月八十三天 这个时候 那你这个太阳卡 也是属于一个 无效的状态 所以说这个时候 那时候医保局 肯定不cover了 这个时候 大家也要考虑到 这种情况 所以如果一旦 出去旅游 要把那个旅游保险 备好 关于太阳卡呢 我要说的就这么多 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 或者就是有什么想法 大家可以问我 黄老师 麻烦你把 那个大家的那个 麦打开吧 刘老师你好 你好 你好 刚才我看 我看到你 有讲到一个 七年的期限 我没听清楚 是什么意思 七年的期限 它是这样的 它是一个 就是 它是正常来说 我们就是住满183天 我们这个太阳卡 才能生效 它是 这个医保局上 它推出来 有一个规则 就是说 在七年之内 你在某一年 你如果你没有住过 183天 我也可以给你按 183天 足够了 这样来生效 它是这个意思 但具体的话 你可能要给它提申请 要提供一些资料 要有一些证明 这个可能是 比较 就繁琐的一件事 这个就是 我没有拿上来单独讲 因为我觉得 这个一般来生 大家可能 用到的也不是太多 如果您有兴趣 你可以下 我们那个星期脸群 我会说 把它那个链接 发给您 然后这个群 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的 谢谢刘老师 不客气 这边有一点就是想提醒大家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药物计划里面 如果你有保险 你有自己的保险 就是在这块 就有自己的保险 你要去给医保局 就是说一下 你有保险 你报税的时候 也要给那个会计说 你说我有自己的保险 我这个 那个魁省的这个太阳卡的这个计划 我是不用给它交费的 一定要给会计说 不然的话 你不说他不知道 他可能就按正常的情况下 你没有这个 你没有这个 自己的这个保险 要给这个医保局 交费的这个情况来报了 这样的话 你有可能会交两份钱 因为那个 你公司的保险 会扣你一部分钱 然后你又给 这个交税的时候 又交一部分钱 这个时候 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 就是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还有就是说这个18岁以下 可以报250块钱 这个配眼镜的费用 它不光是这种框架眼镜 就是报那个 就是隐形眼镜也是可以的 如果是家的孩子 就是说需要配眼镜或什么的 然后他要可以 就是说 现在可以向太阳卡 这个医保局提出申请 需要填一个表 而且这个 而且他那个眼镜 必须是2019年9月份以后 买的 如果之前配的 那是什么东西 刘老师 想问一下 那个配眼镜呢 它是一年有效 还是什么时候 多长时间有效 那250块钱 这个我需要 我一会儿 我要看一下 它的那个说法 你的意思是说 每年是不是都能报285 2秒主张是吧 对 因为呢 应该是今年年初吧 我的小孩呢 他就要配眼镜 当时呢 那个配眼镜医生说 可以报250块钱嘛 那他就叫我们买了一个眼镜 但是小小孩的眼镜呢 都超过那个250块钱 那最近我们去复诊呢 复诊的时候呢 医生说 那个鉴片夸了 就要我们再配 如果再配就要我们自付钱了 就是那个250块钱 之前我超出 那些我付了 就是政府退给我那250了 我就已经拿到了 他就没 就是意思就是 这250块钱 退过给我们了 那现在我们再要 就是更换那个鉴片呢 就要我们自付钱了 他的意思是这样 这个我确认一下 我印象中好像是没两年一次 没两年一次对吧 印象中是这样 好的 请问老师刚才你讲的 什么青年 我听不明白 您再重复一下 您的问题 我说你前面有讲过 一个什么青年 那个什么太阳卡 你离开 离开那个 就是计算 那个时间是吧 不懂你那边 有些一个青年 是什么意思 去年 七年 七年规则 他说是七年 七年的规则 OK 七年的规则 是就是刚才我说的 就是我们通常情况下 太阳卡要注满183天 我们这个太阳卡 才能生效 但是伊宝局 它有一个特例 就是说你七年之内 这七年 里面有一年 你没有注满183天 我也可以按 你注满了 来算 这样子 具体的话呢 就是说他要 他会 你要给他提申请 然后可能有一些文件 要提交 有一些 有一些工作要做 这个是就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通常是 你没注满183天 你就不生效 但是他七年里面 给一年 比如说我前面 注满了六年 我都注满了 但第七年的时候 我没注满 没注满算是一个特例 但是七年之中 只有一次这样的机会 它是最有意思 具体的话 要看他 那个 伊宝局的规定 他有一些规则的 不是说随随便便 你就可以 你没注满 我也这样算 他要 要给他一些资料 要向他申请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疫情 有些老人都不敢回去 那么他已经超过了 183天了 怎么 他没有注满183天 那么他就 那个太阳卡就不能够用了 还是什么 还是要重新申请 你是说在中国没有回来 对吧 没有 在中国没有回来 那等于说是 你在2020年 比如说2020年 我1月份就回国了 我到11月份 我才能回来 但是2020年 你肯定是不生效了 你就是 天凯就出于一个 不生效的状态 但是你2021年 他是按那个日历年来算的 每一年每一年 但你2020年 好像今年2020年 整年都不回来 不回来 那你知道2021年回来就行 你把这个情况 要通知一下医保局 你比如说 你告诉我 我是哪年 哪天走的 你看 我哪天回来了 回来才通知他 对 要通知他一下 给他打个电话就行 你给他确认一下 你说我现在回来了 我的这个摊卡还是 我从1月1号 比如说2021年1月1号 我又回来了 我的摊卡还是一个 生效的状态吧 我去年没有在那儿待 但是我现在在那儿待 要给他打个电话 确认一下 那么假设他是公民 也没有 也不论你是公民 还是不公民 也是一样要这样算 无论公民 不公民 因为好多公民 他没有住满183天 他也 太阳卡也是不生效的 而且有的公民 他比如说在国内 这边来回跑 他这个 他有的时候 他也需要买个人的 没有旅游保险的 因为他一旦是不被 这个天卡卡 他就需要旅游保险 这样子 对 那凡是没有住满183天 回去都要申报 要打电话通知他 还是怎么样 他如果没有住满183天 按他的要求 按到批保的要求 是你要告诉他 你什么时候走到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要告诉他一下 你进口那个 你就口那个 什么证 那就口证 他都会写 你什么时候离开 什么时候 对 你就按照你正常的 就是你哪天走到 你先回来了 告诉他一下 他的网站上 是这样要求的 他的网站上是这样 就没理过他了 还要不要 还要不要 打电话去 你说是要 把这个天卡再激活 是吧 去 那个 我说 那个太阳卡的生效 是不是还要 打电话通知 他的 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 网站上要求 就是说 如果你比如说 你长时间离开 可以省 你要给他 你就要告诉他 通知他一下 然后如果你回来的时候 就要通知他一下 虽然说你在这没有 待给我 183天 但你在新的一年 就是你要为你新的一年 你就说 要看你新的一年的状况 新的一年 应该还是可以 就是说 通知他以后 你跟他确认一下 你说 比如说 比如说2020年 整个一年 东方眼尔 待我的太阳卡 就是说 它是不生效的状态 然后到2021年 我会回来了 这个时候 是不是生效的状态 你要不要确认一下 你看我每次 在Renew太阳卡的时候 他都会问 你在过去的一年 或者 就是说 在你生效的期间 这几年 你有没有待够 183天 他都会问你一下 如果你待够了 那你就是 顺顺利地 就是Renew太阳卡 如果你没待够 你可能要给提供一些文件 什么文件 具体他会要求的 他那个医保局 他会给你一个信 他比如说 你没待够 或者你想证明 你待够了 他会有一些信 你比如说 你在那 比如说我说 我待够了 他说你没待够 那你说 他会让你 比如说你上班的话 你给我拿一个 就是你的工资单 上学的话 你给我拿一下考勤单 或者就是你在那 消费记录 你住在那 你就是留下了一些 痕迹吧 你如果说你在那住 你肯定要消费吧 你有信用卡的账单 或者有什么什么 这些他都会要的 所以说大家 就是我 刚才我还说有个问题 就是说 有的人可能觉得 我没有住过 123天 但是医保局 怎么会知道 我的这个医疗费 他怎么会要回去 他是有 他是有 他的自己的办法 他会给你要一些文件 如果你证明不了 他可能会 就让你 证为你没有代购 这样的话 你就有些医疗费 他还会再 你还要付给他 帮回去 他自己会发觉到 就是比如说 不好意思 我回复一下 刚才那个朋友 问你那个问题 因为我记得 好几年前 哪一年 我回中国了 差不多住了半年 但是我是跨年的 我记得是 我是12年 12年 离开加拿大的 然后13年 回来的 13年大概是 3月初 回来 然后回来 大概一个星期吧 就是那个医保局 就记了一封信 跟我说 你 就是 曾经 离开过加拿大 多长时间 如果你今年 再离开超过 183天的话 你那个太阳卡 就 无效了 我想可能他跟我们出警 那个人是有关系 我觉得他应该有关系 要不然我又没打电话 跟他说过 是 回头回过他 然后他会 知道我回来了 记了一封信 提醒了我一下 我这个 挺深的 是 是 是 也感谢这位朋友 分享的信息 就是 我就说 他是一个政府部门 他有他的办法 能够知道 就是说 这个人到底没有待够 有的人可能会跟他 argue 就是我住够了 他说你没住够 这个时候 他可能就会 你提供一些文件 这个时候 所以说 我们不要轻易去 触碰这个红线 我们待够了 就是待够了 我们没待够 就是没待够 所以这个我们还是 他政府部门 还是有他的条件 他是大数据的 比如说 我觉得 我今天去这了 他怎么能知道 他确实是能知道 因为他政府里面 他有一些数据 他是共享的 对对对 所以 有时候 我们不能有一种 消息的心理 说我又没跟他说 他真的知道 我之前没跟他说 回来 我就收到一封信 我觉得也挺那个的 他们的那个软网 那个技术 是很方便的 对 对 对 是 他能监控到的 好 谢谢 不客气 其他还有哪位朋友 有问题 可以问我 或者就是 咱们在群里 也可以问我 或者我一会儿 把我们刚才 就是提到的 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是 那个七年的规则 还有就是 孩子到那个 免禁 那个费用 我发的 咱们那个 星期点论团的群里 然后这个是 我的微信 也可以加一下 我的微信 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咱们 私信 联系 刘老师 有个问题 想问一下 你这个太阳卡 跟温哥华的 枫叶卡 是不是一样 就是如果说 理解那183天的 计算 是不是那个是一样的 你说是温哥华 它是那个 政府的 那个公共计划的 那个也是医疗卡 是吧 对呀 医疗卡呢 也是说有个 一百 枫叶卡 我们叫枫叶卡 是不是叫183天 这个我 因为我在魁省 其实我主要是说 魁省的这个太阳卡 那温哥华那边 它应该也有一个 类似的 就像你说的枫叶卡 它这种类似的 这种公共的 这种医保的计划 在我理解 它应该是 就是类似的 但是我不太清楚 他们具体的规定 因为我是在魁省 不好意思 但它应该是 类似的 因为别的省 就比如说 从魁省搬到 温哥华去了 你在这期间 就是 你这个期间 发生 他有一个 也有过三个月等待 你 他也有三个月等待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达室现在组织不弄走 好 谢谢 对呀 不客气 大家还有什么 什么 问到老婆有没有 大家在问一问吧 问题可以 难受吧 我们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大家可以就是 进我们 那个星期点论坛群 那个群里 就是说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 刚才我们讨论过的问题 有一些 比较详细的信息 我会在里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大家有什么 感兴趣的话题 大家比较感兴趣 比较热闻的话题 也可以告诉我 我可以准备一期 这样的讲座 随便下一次 给大家分享 那刘老师 我有个挺感兴趣的 就是想问一下 那个小孩的 那个教育基金 那些事情 不知道之前 你有没有听 讲过 因为我就是 最近这几期 我才听你的课 所以我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你准备一下 我们有机会 听一下 小孩那个 教育基金的事情 听到吗 刘老师 听到了 听到了 教育基金 可以可以 我下次准备一期 这样的讲座 就是给这个 家长 就是讲一下 这个教育基金 就是给孩子储蓄教育基金 有什么好处 他将来长大了 他上大学的时候 上世界末的时候 他就可以 从中受益了 对 这个话题 这个教育基金 话题还 内容挺多的 我会准备一下 下一次跟大家分享 好的 谢谢你 因为我对这些 也不太熟识 虽然都有给小孩买 但是我觉得 时间过得很快 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呢 可能有机会 我们会 小孩大了 我们小孩就有机会 享受这些福利 快解那些情绪 所以我想 你帮我们做一些 详细的资料 告诉一下我们的家长 好的 好的 行 那这个我会记下来 我收集一下资料 然后下一期讲座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 好吧 好的 谢谢你 谢谢 不客气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今天就先到这吧 谢谢各位朋友 谢谢大家的参与 也谢谢 那个江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 欢迎大家 加我们那个心理点论团群 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在群里面讨论 也可以把这些 我们听到的一些细节的问题 在群里面 跟大家分享 好 谢谢刘老师 再见 不客气 再见 谢谢